好 台风还影响到的还有菜价 这个菜价都已经文台色变出现了明显的波动 我们来番交给记者陈洛宜来告诉我们现场的情况 过一 社主播苏丽台风渐渐的逼近 今天早上在果菜市场里面是可以看到 已经出现了不少抢购的人潮 就是担心台风来了之后买不到菜 因此很多人都出现了预期的心理 今天早上的人潮是比平时多了一成 他们就怕买不到菜 那么先来听一下少早的访问 这菜类也很贵啊 都很贵啊 所以台风来他们就找价了 电视有报告啊 报告气象啊 说台风礼拜晚上就会下雨啊 明天晚上都会很大啊 所以就早点准备菜啊 这两天就是怕说台风来 但是大家有稍微有点抢购的疫情心理 所以价钱上有稍微波动一点 所以多了多少 多了一两成岁 好的 可以听到呢 大家都是怕台风来了之后呢 买不到菜 所以敢在这一两天来到国菜市场这边抢购哦 导致呢 不少的菜价也因此上涨 像是青葱呢 上个星期一公斤八十块钱 涨到今天已经一百五十块了 高利菜一台金 二十八块涨到三十六块 小白菜一台金呢 也从二十块钱涨到二十五块钱 叶菜类几乎都上涨了两成哦 不过虽然呢 潜伏的很心痛 不过呢 大家还是要吃饭嘛 也只能精打细算的 来度过这个台风将要来临的周末 以上就是现场碎星行星 先把时间镜头交换给彭内主播 好 感谢若宜来自现场的资讯